水中的光亮 水中的光亮 作者傅新华 由浦浦兰会本馆向我们推荐 我的爸爸是个萤火虫专家 他答应我 下次去野外巡营的时候 也带我一起去 太棒了 一个周末的傍晚 我们来到离城市很远的大山里 鸟儿在山林里窜来窜去 蜂儿在秧苗上跳舞 爸爸 爸爸这里好美啊 小玉 咱们就把车停在这里 一会儿步行上山吧 先把工具准备好 捕虫网 水瓶 还有 还有防蚊的药水 好 太阳落山了 小玉 咱们出发吧 我跟着爸爸来到一片稻田 月色朦胧 爸爸说 这正是适合萤火虫活动的好天气 不久 越来越多的光亮闪烁起来 有的藏在草丛里 有的轻盈地缓缓升起 旋转飞舞 哇 实在太漂亮了 无数小光点 围绕在我们的周围 我们好像 好像进入了奇异的童话世界 我们轻轻地走过稻田边 一只只萤火虫 在我们眼前飞过 停留 小玉 来 打开头灯试试看 嗯 看得真的很清楚 爸爸 爸爸你快看 我捉到了 好 我们采集一些回去饲养和观察吧 空中的大多是熊虫 草丛里的大多是雌虫 在稻田里可以采集到幼虫 看 这有一只 用吸管吸住它 对 就这样 放进瓶子里就可以了 哦 原来都是这样的 哦 爸爸 好多萤火虫 被蜘蛛王给粘住了 哇 天哪 太美了 我和爸爸 采集了一些萤火虫 装进瓶子 它们在黑暗当中 闪烁着迷人又神秘的光芒 第二天一早 我就迫不及待地 来到爸爸的萤火虫王国 哦 爸爸 萤火虫有这么多种啊 哎 昨晚采集到的萤火虫 看起来很喜欢它们的新家呢 对了 我爸爸的工作室 有饲养成虫的玻璃缸 玻璃缸有顶盖 有透气孔 还有苔藓 你知道什么是苔藓吗 苔藓是最低等的高等植物 吸水能力很强 非常适合萤火虫产卵 苔藓能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生存 能作为检测空气污染程度的指示植物 另外 全世界有两千多种萤火虫呢 中国就有三百多种 近年来 由于森林砍伐 河流污染 农药过度的使用 光污染 捕捉贩卖等原因 萤火虫的种群数量 快速大量地下降 对了 萤火虫的成虫和幼虫 竟然长得一点都不一样 这太让人吃惊了 来 你过来 我们采集来的幼虫 在这边的缸里 你看 它们正在水里爬来爬去的 给它们点好吃的吧 在饲养幼虫的玻璃缸里 我看到了一场 弱肉强食的战争 你可能要问 萤火虫的幼虫 都生活在水里吗 当然不是 少数几种 水生萤火虫的幼虫 生活在水里 但是大多数的萤火虫 是陆生的 幼虫是生活在陆地上的 可能 你还会问 萤火虫喜欢吃什么东西 水生萤火虫的幼虫 它们一般喜欢吃淡水螺类 而陆生的萤火虫幼虫 一般喜欢吃 蜗牛 蚯蚓 小昆虫 或者是死亡昆虫的尸体 萤火虫的成虫 大多什么也不吃 顶多会吃点花蜜 或者是露水 可是 萤火虫的幼虫 靠什么去寻找猎物呢 几乎所有的萤火虫幼虫 都只有一对单眼 它们只能分辨 黑夜和白天 它们是利用灵敏的嗅觉 和其他感觉器官 来探测蜗牛 或者是淡水螺类 释放出的化学气味的 它们上下左右的晃动脑袋 那个时候 就是在定位猎物 如果你仔细地观察 可以知道好多好多 萤火虫的秘密呢 小玉 我们采集到的 是一种水生营火虫 叫黄元营 哦 成虫的前胸是黄色 还有 翘翅上有淡黄色的边 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去观察幼虫 你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 幼虫受到惊扰 会释放出特殊的气味 进行防卫 嗯 好臭 爸爸 爸爸说 晚上的实验室更神奇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对 到了晚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 萤火虫身上发出的光 啊 太漂亮了 幼虫的发光器 是不规律的发光 留下漂亮的光轨道 萤火虫的发光器里 有专门的发光细胞 发光细胞中 有种叫做 荧光素的物质 这种物质 能让萤火虫发光 但是这个过程 十分地复杂 萤火虫的幼虫发光 主要是为了 警戒和防卫天敌 而成虫发光 主要是为了 雌雄之间的求偶 但是 萤火虫只在晚上发光吗 大部分的萤火虫 是夜行性的 主要在晚上活动 所以会在晚上发光 白天 它们会躲藏起来 或者休息 因此不发光 在白天 如果把萤火虫 放到黑兮兮的屋子里 它们会以为到了晚上 也会发光的 一个多星期之后 我再次来到 爸爸的实验室 说实在的 我惊呆了 爸爸 爸爸 萤火虫怎么都死了 成虫的寿命只有七天 很短暂 却也很美好 把带有卵的苔藓 放进没有气孔的缸 再加点水 小幼虫很快就会被破乱而出了 看 我们采集回来的幼虫长大了 有几只已经爬上水边的泥土 准备建房子化涌了 瓷银产完卵之后 很快就会死去 苔藓上留下了一粒粒淡黄色的 圆圆的卵 即将化涌的幼虫非常的敏感 稍微有一点震动 就会强烈的发光 警告捕食者远离 又过了一个星期 爸爸说 萤火虫会出现奇妙的变化 那是什么呢 爸爸 爸爸那是什么 是萤火虫的卵在发光 永远会发光的 来 我打开一个房子的盖子 让你看看 能 黄圆银的卵 快孵化的时候 会发出淡淡的荧光 涌在黑暗的涌动里发着光 就像奇特的外星人宝宝一样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我又来看萤火虫了 这一次 他们给了我大大的惊喜 哇 爸爸 爸爸 小幼虫 从卵里孵化出来了 爸爸 有几只成虫 从永洞里爬出来了 是的 再过一周左右 永 就都羽化成成虫了 到时候 爸爸就和你一起 送他们回家 太好了 幼虫 从卵中钻了出来 在水中 爬着找吃的 一只萤火虫 降落在蘑菇上休息 一只刚从涌动中 羽化出的熊银 在闪着光 几天之后 我和爸爸带着羽化而出的成虫 回到了那片充溢着香气的稻田 我轻轻地打开瓶子 萤火虫 萤火虫 陆续从里面飞了出来 刚才刚才放飞的其中一只呢 太有趣了 你喜欢这个真实的故事吗 小新哥哥的 萤火虫大世界 作者 附星华 他说 愿每一个孩子 拥有像萤火虫般闪光的童年 愿萤火虫那美好的光亮 为孩子引领前行的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